大家好,我是小杨,今天我用500毫升的牛奶来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,跟我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把500毫升的牛奶倒入锅中,加入100克的淀粉,再加入50克的白砂糖,充分的搅拌均匀。 开中火,一边煮一边搅拌。 煮至这样凝固就可以了。 准备一个保鲜盒,在里面铺上一层保鲜膜。 把煮至凝固的牛奶放入里面。 铺均匀以后,再用保鲜膜把它盖起来。 放入冰箱,冷藏2个小时。 在碗中,加入2颗鸡蛋。 加入一勺淀粉,搅拌均匀。 把冷冻好的牛奶取出来,切成长条。 把刀上蘸点水,这样不会很粘。 搅拌好的鸡蛋液,倒入牛奶里面。 再准备上一盘面包糠。 锅好鸡蛋液的牛奶上面,再裹上一层面包糠。 锅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,用筷子试一下,冒小块儿的时候,我们把牛奶条下入里面。 炸至表皮筋黄酥脆,控油捞出。 这样美味的脆皮牛奶,就这样做好了。 代表酥脆,里面滑奶。 舀一口浓浓的奶香味,真的特别的好吃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尝试一下。 好啦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 喜欢小杨的视频,敬请转发关注评论。 非常的感谢大家,我们下期再见。